是是 是姐 我说夫人啊 咱们偷溜进去 实在不像话 不如直接拜访 有事挑明了温不可吗 小穷风山林中 两道阴影突然停住 冒出一高一矮两道人影 两人依然运转着 躲避先时探查的术法 九乌兰在比自己高了一劫的道理身前 苦口婆心地劝着 小九长大了 咱们不能总将他拴在身旁 他怎么说 也都是个962岁 六个月零十五天的先人 当真不是个孩子了 被自家道理拦下的酒师 略微翻了个白眼 哼道 直接拜访能问出什么 这种事 当然是要偷偷地过去 才能看到实情 你忘了小六和小七的事 咱们怎么发现的了吗 如果不是把他们在床榻上捉到了 肯定现在还死不承认 快躲起来 别抱不着宗简 一跺脚 酒师先手抓住酒屋的衣领 直接将酒屋提了起来 两人身形再次化作两团阴影 消失在了林荫处 酒屋顿时只能一阵苦笑 饶食他自诩足智多谋 在自己心爱的女子面前 却也是半点招数都没 然而 这次他们前行还不足百丈 不得不再次停下 两人的身形出现在了一处大树的树梢上 朝着前方仔细打量 这阵法布置得挺巧妙 酒屋称赞道 阵法边界与周遭环境 近乎完全相容 也只是在边角处理的不够细致 暴露了一点灵力波动 嗯 酒师歪了下头 额前两缕长发扎成的小便 轻轻晃动着 他仔细瞧了几眼 随后便不以为意地说道 区区迷宗乱神阵 岂能奈何得了你我 走了 入阵 看你表情 你不情愿 晚上还想不想上床睡 听闻这般威胁 酒屋迅速败下阵来 忙到 想 想 这个是自然想的 难得失失你出关一次 罢了 我走前面 初老师我来担当 酒屋叹了口气 瞬间屈服于酒师的营 微之下 从树上率先跳下 背着手走在前方 有些心不在焉的扫梁各处 他现在想的 倒不是能不能破阵 其实也没把小穷风的阵法 放在眼中 毕竟小穷风连的仙人也没 布置的阵法 能有多厉害 他现在想的是 稍后万一真的撞破 小九跟奇缘失地 场面肯定相当尴尬 尤其是 奇缘失地 八成是过不去天节这一关的 自家小师妹 难道刚寻到自身道理 就要直接守寡 这可如何事后 走快些 酒师在后面催促道 这么磨磨蹭蹭 咱们赶过去 什么都吃了 莫急 这就找到阵法出口了 酒屋很快推算出了 这处阵法的声门 带着酒师 很快就走出了第一道迷阵 但随之 酒屋顿住脚步 左手抬起 做了个停步的手势 咦 还是连环阵 酒屋顿失一乐 摸着下巴赞叹不已 虽然前后 都是较简单的迷阵 但能套出连环阵 这不阵之人的阵法造诣 也算不错了 啰嗦 酒师哼了声 两步抢到了自己师弟身前 鲜石散出 他迅速探寻出了这处阵法的出口 酷酷地说了句 跟上 酒屋无奈一笑 跟在了自家道旅间师姐身后 心底依然在思量着 等会如果真的撞破了某事 他该如何收场 与此同时 十几里外的单方中 正整理面前 毒草灵药的李长寿 略微皱了下眉 不动声色地看了眼 正打坐调戏的九九 心底略微思量 并未多说什么 酒屋师博身边的 应该也是九九仙之一吧 刚好 这两位可以帮他检验下 表层迷阵的具体效果 酒师叔 在呢 要开始了吗 还要等一阵 李长寿笑道 若酒师叔回破天封后 有人问师叔这段时间 一直在这里做什么 师叔如实相告就好 只是 此地具体的阵法布置 以及阵法数量 最好还是替弟子保密 放心 道理我都懂 九九用力拍拍胸口 本师叔可不是那种 拿了好处不办事之人 看在你刚才孝敬了 那么多家人妹的份上 咱保证守口如瓶 李长寿含笑应了声 继续调整各类药草的分量 容仙丹 终于要开炉了 不过还是要等外面 那两位真仙离开后才行 临终 九字被两位真仙入阵 半个时辰后 你来破阵 九是嘀咕了句 我主修的是练气 阵法之道 始终是比不过你 跟三师兄的 九屋淡定的一笑 背着手走到爱吕前面 男人气概在他不高的身躯中喷涌而出 跟紧我 此阵名为零月六转阵 其实也是比较基础的迷阵 只是声门设置得比较古怪罢了 声门在上面 话还没说完 九屋已经找出了阵法出口 带着九师一同跳起 闯入了下一个阵法 周遭顿时上下逆转 又半段时辰后 奇怪 我们好像又原地打了个转 九屋面色渐渐凝重了起来 掐指推算 咱们刚才经过的二十四阵互联互通 但二十四个连环小阵 又相当于凑成了一个隐藏的大阵 靠着声门指引 将咱们直接带回了原地 这般布阵之法 虽然有些讨巧 称不上高明 但却十分有趣 嗯 有趣得很 九师一手符额 抱怨到破解之法 这都多久了 按照你每次的时间算 这都三四次的功夫了 可 九屋清了清嗓子 也罢 平大认真起来了 随我来 当下 他反手拉住自家道理 快步再次迈入迷阵 两人身形迅速消失在密林丛中 又一个时辰后 这没道理 这不应该啊 九屋盘坐在一处满是落叶的空地中 双手不断掐算 九师摸着他光洁烧剑的漂亮下巴 来回踱步 口中不断念着一些阵法之道的口诀 但此刻却已经帮不上忙 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尽快找到大阵中的九九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已经在连环阵中迷失了方向 哪怕直接向上飞 向下爬 都会进入另一个迷阵 周而复始 想退都找不到出路 九师道 要不 咱们直接轰开这大阵吧 不可 咱是来捉人的 还是来轰山的 九屋苦笑道 再说了 这要传出去 你我夫妇被困在一个没有仙人坐镇的小穷风之地 咱们的面皮往哪个 九师抱怨道 你不是擅长阵法吗 这些确实都是很基础的阵法 但连环阵没有固定的解法 只能去不断摸索破解 或是找阵法与阵法之间的破绽 但不知此地阵法的这人 将破绽掩藏的当真太完美了些 九屋一拍额头 我想到破阵之法了 再试试 于是 又一个时辰后 大 离地约五尺 一只平坦的额头 不断碰撞着一棵大树的树干 这位矮道人 眼圈向内凹陷着 那双平日里炯炯有神的双眼 此刻满是灰暗 身上的褐色道袍 沾了些许枯草落叶 整个人浑身上下的气息 都在乱颤 他又用额头撞了下树干 嘴里发出两声呵呵的冷笑 难难道 假的吧 平道之前参悟的阵法之道 都是假的吧 原来基础阵法 才能组成最高明的迷阵和困阵 原来平道这么多 都走错了路 平道的道 是不是也走错了 无味精也是错的吧 呵呵 原来平道只是这种水准的真仙 呵呵 一旁的酒师满是手足无措 不知该说点什么 连忙向前单膝跪地 顺势搂住了自己的道理 师弟你不要吓我 我们轰开大阵就是了 不要 千万不要 能布置出这种大阵的人 怎么可能会不防备这种直接轰击 说不定会立刻变化成沙阵 师姐 酒屋嘴唇一颤 抬头看着眼前 这位美丽动人的仙子 惨然一笑 原来我 一直配不上你啊 酒师连忙搂紧了酒屋 你不要说这种话 我们对大道历过世 永生永世不离不弃 我真的 配不 呼 一阵微风轻轻拂过 林间突然密布白雾 但这些白雾飞速消退 同时 两人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对话声 酒师说 咱们开始演练一遍吧 稍后我将这两位药草投入如中 你变 嗯 没问题 酒屋和酒师对视一眼 后者立刻施展术法 将两人化作两团阴影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顿曲 很快 两人就发现 原来刚才他们所处的位置 距离要找的久久 只有短短百丈 躲藏在一处大树后 这两人悄悄地探头 看向了炼丹房 此时因为要开炉炼丹 丹房两侧的窗户都是打开的 在酒屋他们的角度 刚好能看到 站在丹炉前商量着什么的李长寿与酒酒 不知不觉 已是近黄昏时 一缕西斜的日光透过窗 照在了酒酒身上 他背着双手 左脚脚尖点地 身体略微向前倾着 仔细聆听面前这道身形修长的人影 讲述稍后炼丹的详细步骤 日光中 他刚刚落在肩上的发烧印着豪光 肌肤也隐隐温润 那双宛若星辰的眸子更是清澈透亮 细长的脖梗 曲线玲珑的身段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灵美 而他身旁 那身着蔚蓝色长袍 长发简单竖起倒孤的难修 略 酒屋面露不解的小声嘀咕一句 长寿失职 这里的阵法 莫非 他话音刚落 嘴就立刻被一只柔衣捂住 酒是在旁倾笑了声 传声道 嘘 走了 回去再说 别打扰了他们 酒屋顿时有些不解 咱们这就走了 不然呢 挺俊的嘛 这小辈 看起来也挺可靠 就是修为才反虚净 这个倒也不是问题 酒师微微一笑 拉着酒屋开始施展前行的倒数 恰好 一只嫩绿的树叶离开了家 晃晃悠悠 落到了酒屋头顶 总算走了 李长寿心底松了口气 再次开启周遭大阵 又反复检查了几遍大阵各处 还好 没暴露什么 困阵的效果出乎意料的不错 而困阵本身对闯阵者传递出去的信息 也符合李长寿的原本预期 开始炼丹吧 他如此道了句 随后便转身走向一旁的空地 拿出了标记着玄石衣的宝囊 对着身前抖了抖 一堆物件落在了地上 造型类似于宇航服的法器宝衣 能承受大部分裂毒腐蚀的万毒手套 必读的俘禄 解读的灵丹 耐腐蚀的念 加造型奇怪的容器 这些是什么 久久纳闷地问了句 一些练读丹时必要的准备措施 李长寿笑着道了句 我也给师叔你准备了一份 一同穿上吧 虽然师叔先立魂后 但读这种东西无孔不入 还是小心为上 行 小诗之还是挺为本师叔着想的嘛 久久眨眨眼 满是好奇地从旁边凑了过来